交接仪式开始 首先由原任局长吕村长将印信交给新任局长魏庆贤 随后魏局长也在所有贵宾的见证下宣誓就职 过程简单隆重 林县长表示 南投县警局在吕局长的努力下建立了很好的制度 希望在新任的魏局长上任之后 对于南投县的治安、交通以及旅游方面都能够继续推动 尤其在交通与治安方面 更应该来继续加强 今天是我们李局长容生刑事警察局的副局长 魏庆贤局长来接任 我们南投县的警察局在李局长一年来的努力 建立了好一个制度之下 我希望现在新任的魏局长上任之后 对我们南投县的治安 还有交通还有旅游各方面都能够继续来推动 尤其在交通方面 治安方面更应该继续的加强 尤其我们南投县是一个观光首都 每到星期六星期日可以受交通是非常的庸赛 我们要尽量的来辅导来维护这些交通在假日来旅游 尽量的避免有抽货的发生 也要拜托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在假日这两天时间都维护我们交通的工作 那么平时在治安方面 我们希望魏局长能够多加的努力 多加的用心 如果来防止小偷 偷切的行为 这是我们县民目前就感觉到 不大不能够防止的一些小偷的小动作的行为 偷东西是没有办法去防止的 我们要如何来避免 如何来防止 如果有脱缺的行为 能够尽快的来把它侦破 让我们前县的县民都感觉到治安有在提升 治安有在进步 让我们南投县的县民都是在一个幸福的理想之下 来过一个非常好的日子 新任警察局长魏庆贤 原本是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一总队副总队长 承认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长 雾峰分局长 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长等等要职 请证致力丰富 交接典礼中观礼来宾观看云集 包括县议会议长何胜峰 秘书长陈国中以及多位议员 南投地方法院院长图玉斗 检察长杨秀兰以及各界代表均到场祝贺 典礼结束后 警察局所有同仁以及各界代表 在大厅列队欢送吕局长 吕局长也与所有同仁一一握手道别 场面相当温馨 感谢 祝你 这晚公司